高雄捷运青浦站最近月台出现了一根神秘的长杆 不但会发亮还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真实的作用曝光了 就是这一根诡异的长杆就立在高捷青浦站 上面灯光闪了闪的让旅客非常的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这附近被农田包围 聚集了很多的鸟类带来的排泄物污染月台 因此长杆就是驱鸟的装置 具备着红外线的感知器 鸟类抗击范围15公尺内就会亮灯 并且发出超音波 但是目前还在测试的阶段 有没有用还要观望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